唾液放到我们的唾液收集杯当中 我们刚刚放入了缓冲液 所以我们要把它均匀混合 这个新一代的机种 我的操作好像不是很熟练 七岁我的QQ很熟练 在搜集唾液之前 其实有个小小的建议 在我们的这个塞帮子这边有没有 请大家可以帮我们按摩一下下 增加我们这个唾液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把唾液放到我们的唾液收集杯当中 那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下咯 唾液收集杯下面有个刻度 请大家尽量帮我搜集唾液到至少有0.5 让美国的家庭都能够开始部署这些 是自行检测的PCR 所以你家里不管这种病毒 你在家里可以检测 这是我们IQQ当初做这个设备的目的 今天为了请北一大名校长来 我们最近才刚刚跟北一大签了个约 因为将来一个口水 可以检查所有口腔的疾病 肺部 呼吸道 甚至于肠胃 比如说我们将来都有个人的一个健康的大数据 这台机器 我在我们家里面 我的孙子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九十几岁 也是拜托在北一再照顾 她不能打疫苗 孙子 小孩子不能打疫苗 我的小女孩也不能打疫苗 她借用每天的口水机来检测 她回到学校去 回来 我们两个就共同补一杯 大家看到 这个七一代的机种 我操作好像不是很熟练 我的女儿比我熟练 为什么找她们小孩子 七岁 我的QQ很熟练 因为我们两个共同酥一杯 她来做操作 她们用的这个新的科技 比我们要快 那就是每天天大家可以用PCR检测 你出去外面回来上课一天 你会不会感觉到受到感染 我们每天做自我的检测 所以我们家里的 我妈妈的部理人员 我们的厨师 我跟我的司机 我都每天给她家里放一台 然后她测试好了以后 阴性的才可以来上班 所以呢 我们就这个时候 很多同仁都这样做 结果没有这样有个同仁 真的是被我们这个抓到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保护自己 而且我们现在呢 我想我们也是照美国的政策 要便宜 要非常便宜 要很好的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